佛告诉我们得人生很难 私人生很容易的 这个人生苦不苦啊 苦不苦呢 过去的因亲在主是无形的 随时随地都会出来的 那因亲在主早上门了 因家一劫不一劫了 念佛才能够得到利益啊 念佛心散乱 含婆喉咙也枉然 学佛不能迷信 我们学佛最主要的 一定要先从自己做起 先从自己做出一个好样子 念佛是一种很快乐的 念佛是一种很幸福的 如果我们被这些明文立养 五一六成迷惑了 那我们避免不了开始造业了 生造业 口造业 意造业 佛号念得太少了嘛 阿弥陀佛自己有发过愿的 只要一切众生能称为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后 一切诸佛如来 没有一尊佛都不拥护的 我的佛号念得太少了 我的德行不够 如果念佛呢 很多很强念得好 我们哪有时间去打妄想呢 看到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 没事了 阿弥陀佛 消灾免难 念佛的目的 就是要把你的菩提心 清净心恢复 只有这样而已 没有别的路 往生西方级的世界 那就有把握了 念到一万生 也是往生不了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 清净心很重要的 都是假的 不是真的 你不要把它当作真的 心里面好好念佛 所有的烦恼 你就能够化解 所有的问题 你都能够化解 所以佛号很重要 谢谢大家 祝大家吉祥 祝大家老实念佛 阿弥陀佛